停车 蠢货 全都是一群目光短前的蠢货 一群根本着眼不了未来时代的蠢货 终有一天事实会证明 证明你们这些蠢货错过了时代的最佳时机 请问是霍顿先生吗 嗯 前世被人誉为改变世界的男人 因为无论是智能意识化很多方面上 可以完全取代人类的机器人 还是脑机走上成熟全面化 皆是出于他所领衔的研发团队 叶松再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是以这种方式邂逅到霍顿 你认识我 帝国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 被人认识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经兽 我已经被那群该死的官僚给逼得不得不辞职了 我现在不是什么教授 我就个疯子 一个患有意想证的疯子 一个被全世界都认为走火入魔的疯子 霍顿先生 据我所了解 你是一直都执着于研发那种 在外界眼中无比缥缈 且不切实际的超智能意识化的仿真人类机器人 我说的对吧 你调查我 不 这并不需要调查 既然霍顿先生都说自己已经被全世界认为是疯子了 那显然霍顿先生身上那些事就不会是什么秘密了 所以压根放不上去进行所谓的调查 所以呢 你是谁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对霍顿先生所专注的研发项目挺感兴趣的 可别跟我说你打算给我投资经费 让我把超智能意识化的仿真人类机器人项目进行下去 难道这很不可思议吗 你是在逗我吗 在你的专业领域上 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无论是经费还是权力 都不成问题 我唯一的要求是你带着你的团队到华国 把实验室驻扎着华国 我会创建一家公司 给你相匹配的股权 但我需要研发成果以及相关专利的所有权 霍顿一愣再愣 什么研发成果的所有权 什么相关专利的所有权 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他要的是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你可以去查一下华国叶松这个名字 然后再慢慢考虑清楚该如何做决定 至于眼下 你只需要存一下我的手机号码 到时若是考虑清楚 才方便联系我 才方便跟我正式地开展交流 我先留一下你的电话号码 但愿你不是在愚弄我 霍顿先生 就算我是在愚弄你 你也不过是浪费了这么一丁点的时间而已 不是吗 霍顿教授 期待咱们之间的正式对话能够快一点到来 正正地看着叶松那离去的身影 是为帝国理工学院前教授的霍顿 不由地微微呢喃起来 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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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 始终还是换不起任何的记忆印象 一个 那斯真的是帝国理工学院最年轻的前教授 对 本来想问叶松是如何知道对方的 但想想李海滨还是作罢了 转而好奇到 一个 超智能意识化的仿真人类机器人 这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嗯 就跟电影中的机器人差不多类似吧 呃 真是要把概念照进现实 不是 真有可能吗 所以那位帝国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被逼到辞职 沦落成看着就跟流浪汉无异的酒鬼啊 不管现实与否 反正不差钱 是一把又何妨呢 万一跟当初的王斯坦一样 真给带来跨时代的产物 那就不是惊喜这么简单了 一个 那这个研发投入要多少 保守估计300亿经费 一 一个 你说的不差钱 是不差这300亿 坐落于伦敦最繁华最黄金最中心地段的CBD中 作为高度Top1的U2集团 已然成了一处相对性的地标所在 不知老凯恩先生找我干什么呢 难道叶先生猜不到我的意图吗 我还是想听老凯恩先生亲口跟我说 毕竟我的猜测跟老凯恩先生亲口说 可是两码事来着 知道吗 我原本是没打算跟你在U2集团总部见面的 是哈利 是哈利非要这么安排 哈利 说的是凯恩 毕竟凯恩的全名是哈利凯恩 这点叶松还是了解的 不等叶松应声 老凯恩继续道 你应该知道哈利的安排对你意味着什么 这将会让外界对于你现身U2集团 并且与我进行会面仪式进行深度解读 从而让你从中获取到本不具备的影响力 估计从今天开始 很多人在分析你的时候 都会把我跟U2集团考虑进去 那老凯恩先生要不要对外界进行澄清 澄清实际上我跟你以及U2集团 并无任何情分关系 那就得看叶先生 值不值得拥有U2集团跟我的友谊了 比如呢 比如你是不是在装神弄鬼 杀内奸 老凯恩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 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叶松 仿佛是想把叶松的心理防线给彻底洞穿 可惜他遇错人了 如果叶松并非重生者 兴许十有八九免不了 会在他这道攻击性十足的锐利眼神中败下阵脚 但他遇上的是一个前世活到89 并且在全球都有着非同小可影响力的商界巨谱 哦 那不知道老凯恩先生想怎么着 听哈利说 你以你们华国的江湖数学 通过他的面向断言 他会遭到一场因女人而起的身体劫难 是吗 这会不会只是个巧合 你是不是还想说 这是我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 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他 去获得他的信任 从而去涂抹一些狼子野心 哈利是我唯一的儿子 他的未来也必然是带领U2集团 就凭这一点 老凯恩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 殊不知叶松已是懒得在听对方扯那么多废话 当即打断的 你想多了 如果说你怀疑我是带着圈套计划的话 那我想说的是 恐怕等不到我的计划得以实现 他就已经失去了价值 顿时 老凯恩脸色在是大扁 怒色显然已是呼之欲出 你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 就目前而言 他的价值将取决于U2集团 又或者说是取决于你 但是如果说U2集团倒下了 又或者说你栽了无法翻身的跟头 那他又还有价值可言吗 合着我费尽心思的取射套 就是为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混账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首先声明 我不是在诅咒你 你让凯恩安排我来见你 无非就是想看 我是不是在装身弄鬼罢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绕圈子了 我不仅从凯恩的面向上 看出他的极乐结束 还看出了在极乐结束之后 他将会面临家道中落 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的家道中落 不过爱于之前 仅仅只是看了凯恩的面向 所以我并不太敢确定 毕竟他尚且 卫视主持大局的一家之主 但现在看了你的面向后 我已经可以肯定了 肯定哈利会面临家道中落 二集团会倒下摔落 不仅如此 恐怕等着老凯恩先生的 还有一场牢狱之灾 一场将会埋葬后半生的牢狱之灾 而且根据老凯恩先生的面向来看 这一天恐怕不会太久了 长则一年 短则半年 老凯恩先生必定会走向锒铛入狱 而你一手所建立起来的家业 必将会复之东流 家业破败在前 锒铛入狱在后 这些 全都写在了老凯恩先生的脸上了 如果说刚才只是一枪恼火 那么此时在叶松那坑枪高亢的话生下 老凯恩则是差点没忍住 抓起一旁的烟灰缸 往叶松的头上砸过去 那即将炸糖的怒火一忍再忍 一暗再暗 最终化作一抹带着利益的森然笑死了 行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既然你能根据我的相貌推算出 我接下来不但会破产 还会遭到牢狱之灾 那也得有个犹多的吧 就像你对哈利进行推算的那般 你推算他的劫难缘于女人 那我呢 破产跟牢狱之灾又是因何而起 你要是能说出让我信服的信息来 别说我不会怪罪你对我的诅咒 相反我还会相信 你真的是你们神州大地上 那些深藏不露的半仙 是叫半仙对吧 老凯恩先生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U2集团在你的主导下 恐怕已经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选择 一个会让U2集团 天堂地狱两重天的选择了吧 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华国的一句话 叫一子落错 满盘皆输 而在老凯恩先生的命述中 就面临着这么一关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老凯恩先生要么已经做出了一个 会让U2集团天堂地狱两重天的选择 要么老凯恩先生正在准备进行一个 事关U2集团是走向天堂一或走向地狱的选择 而我之前说的U2集团会走向衰败没落 便是因为老凯恩先生的这个选择而起 听到这 老凯恩心头咯噔一跳 选择 事关U2集团天堂地狱两重天的选择 这 这说的是他准备在天然气跟电力等能源方面 大肆建立空头一室 然而思绪至此的老凯恩却是皱起了眉头来 如果是的话 那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如此绝密的消息 要知道 这是只有董事会成员之道而已 然而不等老凯恩的眉头为之舒展开来 叶松的话声继续响起 至于说你的老狱之灾 这将与某些位高权重的官方人员相关 还未来得及舒展开来的眉头瞬间在世一里 老凯恩猛然地瞪大起了双眼 我要是没判断错的话 老凯恩先生恐怕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不为人知的关系吧 或许说是见不得光的拳钱交易吧 当叶松说到这个时候 老凯恩已是下意识地如焰起了喉咙来 因为他跟目前英伦之主的关系 确实紧密到了外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甚至说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都不为过 若是对方出事 那他恐怕得立马连夜跑路 但下一秒 老凯恩脸上的异常顿急话剧 毕竟倒横摆在那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是不是胡说八道不重要 重要的是老凯恩先生心里有数就行 好了 该说不说 如果不是因为凯恩让我很有好感 但话已至此 该说的说了 不该说的也说了 信不信就取决于你自己吧 反正无论你是辉煌下去也好 还是落魄到底也罢 对我来说有影响吗 显然 并不重要 充气量是我因此获得你们的感激 获得你们的相助 从而让我日后进军欧美的路好走些许而已 但即便没有你们 也不见得我解决不了那些麻烦的 你说是吗 人畜无害的笑容挂在脸上 说吧 叶松不等老凯恩应声 马上转身往外头走去 可就在他才走出几步时 等等 感谢观看